郭文贵 和声音 至深请我做回应的时候 就知道三位讲员 又是神学家 又是学者 又是牧者 要我回应又要落实 又要宏观 又要职场 我只不过是一个传媒人 又是一个做公关的 听了这些 那么伟大的 说法之后 想了很久 不停地想 不如用我本行说 我是做公关 也是做传媒 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是key message 什么是key message 在那个处境之下 什么是key message 另一样东西就是 perception is reality 你的观感就是真的了 就是这样 坐在那里就是道德佬 真的 没人理你是不是真的 我一直在想 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 有很多的伦理议题 很多key message 我们要讲出去 但是我们经常在教会四奔墙之内 就讲到 一出了街就讲不到 我也觉得是 就是我们讲到天下无敌 一出了街就有心无力 铺铺都是这样 但是其实是不是呢 我觉得 是不是觉得自己是 弱势 或者是我们全香港 只有5%是基督徒 我们就一定会这样想呢 我觉得不是的 我试试举一个例子 一个key message 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的而已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没解决 没解决 什么呀 那个key message是什么呀 压力 我跟你之间的东西 没解决 是不是 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 播出来的 就是一个小孩 有一个场景 那个场景是九五踏八的 有位阿叔 就讲了一副这样的东西 我想大家就看完了 没有人没看 那我们都很贵烟 为什么看呀 有message 是不是 那个message是什么呀 我们很有压力 他们 我们有讲 怎么处理呢 如果大家 在巴士里面 见到一个这样的叔叔 拿着他来骂 猛话 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那怎么办 是不是 key message在这里 很清楚 如果我走出街 说你有压力 我有压力 我没讲完 已经走了 是不是 那个场景 那个impulse 那个channel 是不是很正呢 正 就是我们这些行业 讲的东西 我们经常讲道德 我们经常讲基督教思想 讲到很高 我们没有channel 我们的key message 不突出 其实那个key message 本身 怎么play out 是最重要 这个我经常讲 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做这一行 经常帮客人想这一件事 又反过来问 你们有没有上过网 看回这段叔叔 很多的讨论 最多的讨论 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 应该怎么处理呢 为什么整架车都没人报警呢 为什么整架车都没人报警呢 什么什么密密 香港人很多 我又不是这么想 我一点都不是这么想 其实最有效力 将这个叔叔 承之于法的 就是放他上网 是不是 所以报警这么麻烦 报警呢 警察伯伯上到来 巴士上 全车人就车到警察 警察局 骂到你云 然后 没什么的 叔叔就最多 sorry 落案吗 难道真的 傻了你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结果 突然放了他上网 叔叔又乘巴士 都很惨 是不是 效力就在这里 弱势群体 就是一个年轻 对不对 谁知道那个年轻的名字 今天我去有线才知道 是不是 我觉得问题不是在 我们的道德观念有多高 问题不是在 我们多小单易薄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够出一个message 问题是否在我们的channel里 有力地 吞出去 这个是问题 如果不是我们再在教会里面 再说多200年 没用的 另外一个 大家在 这个共同经历 近这两个礼拜 也是很强的message 香港七分之一人口 继续BB都有做的 是什么 不是吧 中仁上市 是吧 练买BB 100万人 做了这个动作 七一游行 23条 没那么厉害 是吧 message是什么 有钱赚 是否真的有呢 没人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做呢 因为出了个message 昨天中行有个press conference 我们尽量做到 每人都有一手 那个叫做佳音 message很清楚 channel很有力 是吧 有没有想过 那些any report 如果真的派给大家 答到上月球的 那样东西 我想说的就是 我想回应大家 三位嘉宾的是 在我们在教会里面 讲得很 很厉害的message 我们怎样将它 财战 尖锐 channel化了它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即是在即场的基督徒 我们要想 即是我们真的要想 譬如启文的 所谓将妓女 变为性工作 或者性服务 工作者 是我们公关的人 想出来 是不是 就是很多中性的名词 我只能够说 是我们这些行 想出来 by the way 我们这些行 很多人是同性恋的 我只是想说 我们有多powerful 去想这一件事出来 是视乎我们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有多 真的创意 有多明白 这个社会 现在发生什么事 我不想再回应这么多 但是我还记得 我读 business policy 我是读一个 比较特别的master 单单是做policy 我还记得 我的professor 在开场白的时候 跟我们 分面 他就说 各位同学 你们来上 我这堂做什么 我们就说了一堆东西 增长知识 希望career life 好一些 公司派我来 我是公司派他的 在英国上 跟着他说 你们全部都错 正式的答案是 你们自己想 赚多点钱 是不是 不要说不是 这个就是 完全针对 motive 去说的message 那我当然不是 叫你去 去找多点钱 我是想 在我们讲这么多 道德的议题里面 我都盲想 我问自己一件事 我作为我这行 我怎么样去 去理解我的信仰 我怎么样将 我的信仰的伦理观 讲出来 我只能的会议这么多 好